新任中聯辦主任駱惠寧形容 香港過去半年情況令人周深 希望各界努力之下能夠更為珍貴 現時65歲剛剛離身的中聯辦主任駱惠寧 首次在中聯辦回見傳媒 到中聯辦任職就個人而言是個新的使命新的挑戰 我會帶著對香港的真誠和真情做好工作 他又提到過去半年香港局勢希望可以重回珍貴 也始終是香港最強大的後盾 近半年來香港的形勢讓人揪心 大家都熱切的期盼 香港能重回正軌 真像習近平主席 在新年賀詞中說的 沒有和諧穩定的環境 正會有安居樂業的家園 真誠希望香港好 香港同胞好 對香港來說 一國兩制是最大的優勢 他說國家將會繼續帶領中聯辦 忠實履行職責 相信在林鎮特首 特區政府 及社會各界 共同努力下 一定能確保憲法 基本法 在香港 得到全面貫視實施 一定能確保 一國兩制 行為之源 一定能確保 香港長期繁榮穩定 對此 我 充滿信心 駱惠寧說 知道有大批媒體在中聯辦外等他上班 但因為今天大風 所以安排職員給媒體去到大堂裏 這個安排在以往是少有 駱惠寧個幾星期前 接任全國人大財政經濟委員會 副主任委員一職 本身是浙江人 曾經出任安徽省委常委 青海省委書記 在2016年 接任山西省委書記 去到去年11月底卸任 無視電視機者 徐梓瑩報導